先生 先生 对着电脑荧幕 老师念一句 学生跟着念一句 教室里头原本应该坐满学生 现在却空荡荡 只能把课桌椅摆一摆 改成线上授课 新冠肺炎疫情下 留学生进不来日本 对语言学校冲击很大 老师们说线上授课 有难度期待留学生回来上课 其实11月初 日本政府才刚放宽边境管制 让新申请签证的留学生 和商务人士得以入境 没想到申请流程还在跑 就碰上Omicron变异株 逼得日本再度紧急关闭国门 除了持有居留资格以外 所有外国人禁止入境 对语言学校来说 现有的留学生毕业后 新的学生进不来等于没收入 政府补助也有极限 校方无奈全写在脸上 日本疫情趋缓 好不容易才踏出开放的第一步 却又立刻再收回 许多行业受到波及 咬牙苦称不知道还能称多久 特约记者十许号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